接著到下一部推理作品 小弟最不擅長的作品 看完第一集之後跟我說這部推理作品 真的有點像... 這個第一集是不能定義一部什麼作品 我這樣說 我不知道是我水準低 我這些字形的 我不知道是我水準低還是一部水準低的問題 我看到今季的幾部推理作品 我可以覺得什麼有推理成份的嗎 這裡有點不同 這裡有第二集的幾個屍體 才開始有空 那你律師第一集是鋪層的 我不會覺得 第一集也有的 不過我死了很久 你還不知道他死 其實我看完第一集 不覺得這是推理作品 我覺得這是一部哲學作品 講哲學的東西 講的就是這個寸布成為F 不是M嗎 看這個題目的時候 就很有懸疑作品的感覺 第一樣的題目要你猜的就是 F究竟代表了什麼呢 但是它的英文是 the perfect inside 其實我覺得是 那個是副題 你可以這樣說的 他自己的研究 死了人寫一個APP 這個APP是什麼意思呢 那個F F就是指著兇手 全部成為F 就是全部都是共犯 不是Fail嗎 你們最後猜到全部都是 笑什麼笑 你們全部都是垃圾 不是Family嗎 這部東西其實 第一集 我開頭什麼都沒有看過 我只是當她純粹是一套不知什麼的作品 很開心的作品 很開心 我當作是一套作品 對 一開始 你就見到就是一個很離地的 大小姐 大小姐 去了她 押Sir 其實我一直都不明白 那個位置就說 她是她押Sir 然後 這一節 去到這一集的尾裡 拋出了大量的哲學問題出來 我就想 究竟她在做什麼呢 雪玲 那你就有所不知 這些小說 重點就是看她們在圓潭和吹水 你只要 你只要抱著一個求知者的心態 去聽她們的說話 那就OK 錯了 告訴你 不是 我告訴你 設定上 這兩個人是高志倫 高水平的高level的人士 說些話 當然不是正常說些話 今天吃什麼?吃麥當勞 不會說這些話 一定要談些懸學性、哲學性的東西 我覺得沒有問題 她那個問題 好像其中一個問題 就是 西村教授曾經說 我每一天都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因為我每一天起床 我都覺得 我究竟是不是我昨天的自己 其實 應該這樣說 她們在整段好像很有內涵的對白裡面 我是作為低智慧的小例 其實是出了一個結論 就是 我不想做事 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但她一直說 歡迎你踏入高智能人類的第一本 你明白 一個高智能的人類 去講這個事實出來的時候 她說 究竟人類的活著的目的是什麼 人類是什麼 如果一個低智能 好像小弟那樣 我的想法就是 麻煩讓我睡到下一個世紀 麻煩讓我起床做事 這個是一種 我怎麼說呢 這一類小說家 日本有很多種 那些很喜歡寫一堆天才 很喜歡那一堆她自己懂的雜學 很像很哲學的討論 甚至 她一樣是凌駕於故事在上面 我只能夠說一句就是 如果你是一個很喜歡看這些 那些intelligent 很有高智能的對話 就像我這樣 我不是說我很高智能 我是一個很低智能 很喜歡聽這些人說話 那你會覺得很有享受 也不然就會覺得不知道做什麼 但是這樣說 我理解故事這兩位男女主角的智商應該是好像很高的 但是我看完之後 一開始說 哇 他們一定是哲學教訓 然後我看真些 建築學博 就是說 要建些什麼建築物 是需要想起就是 今天其實我已經跟作業不同了 這個很明顯就是同理 這個當然是職業 阿雪先生 你又不明白了 告訴你 一個天才是通才 科學家也是神學家 美術家也是哲學家 建築學系也是天道為哲學系 沒有問題 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作為一個 我一向自認邏輯方面是不太弱的 他那段對話告訴你 其實 我是不是入錯行 他每天專業起來的時候就說 我應該是哲學教授來的 我不應該是建築學部的 OK Anyway 他們這段對話 應該這樣說 他這一節裏 其實他是為了鋪一個角色出來 就是一個天才 你會叫做這兩個男女主角 西川和文培 這兩個角色都好像是 很有 叫做什麼 他們的思維是不同的 好像是跟平常人想法的方式 和思考的方法都是不同的 然後就帶出了另一位角色 真學田4K 都是天才 全都是天才 他是真正的天才 天才之中的天才 連西川都說 在他面前 他這些簡直是容財 你要明白 天才是相對性而言的 像文培那樣 在小時候已經很厲害 數學的人 一般人覺得他是神童天才 在文培的眼中 西川這個 懂得高深學問的人 他是一個天才 在西川眼中 這位設計師 可以做到這麼多程式上的事情 像是 像是神的領域 一般的電腦的器材 他也是一個天才 所以 你們全都是天才 大家不要說那麼多 或者這樣說 其實比我們過往 近幾年的動畫 大家都知道 很多人第一集 是不夠忍受 沒有死人的嗎 不是 不是火鐵衣服嗎 不是的嗎 你是不知道這套東西 現在在說什麼 他拋出了很多題目 但你找不到這條主線 究竟想說什麼 這個 你不會期待 一個觀眾 是 supposedly知道 你這一套 是推理作品 他不是一本書 你一買回來 我現在是買了一本推理書 我現在是要看一部推理作品 這些東西 可能他們的對白 是關乎日後的某些環節 我需要用到的東西 但是 你現在看到動畫裡面 你一開始 其實 某種意義上 大家是一頭無水 但我反而覺得他很聰明 因為我覺得這部作品 一開始就不打算是迎合 大福肺的觀眾 甚至主流的觀眾 我會覺得 他不需要告訴你 我現在是一部推理作品 你很吸引你 你看 他一開始拋棄一些對話 所以我有一些朋友 比較文青 很喜歡說哲學 很思考人生 社會 那些人 就很喜歡這部動畫 所以我覺得他完全是很對到他的目標 我很擔心你說了分清兩個字 不過anyway沒問題 分清是我的 文青和分清兩個字 文繪其實他曾經見過這個四季 所謂見過是網絡 視像 他見過真多年 在他們兩個的對話裏面 應該這樣說 整套東西裏面 我覺得你說 他用的手法 其實是沒有什麼所謂的 我覺得每個編劇或者作者 都有自己的處理劇情的手法 但是 你說那幾段對話裏面 始終 我會自己這樣看 我會抓不著重點 他究竟在說什麼 首先 他們一開始說了很多 就是 西村和文繪 說了很多所謂的人的問題 其實人的本質問題 然後 去到就是 曾樂田和文繪 在視像對話那一節裏面 他們說的東西 其實是說什麼 愛 他們說了幾句對話 他們說了幾句對話 你當然是很喜歡他 為什麼你喜歡他 當年文繪回答的問題 他說你還沒回答我的問題 你還沒解釋到 為什麼你這麼喜歡他 這些好像 歸房那些 Girls talk 那些 你明白嗎 男的看到女的 拋著學識 就說了哲學 那女的跟女的 當然問對方 你喜歡誰 這些 這些 這是高層子 曾樂田和文繪 這兩個角色 說愛的問題 其實他們都是說根源的問題 他不是問他 因為 剛才他講後面的理由是什麼 如果你說用一個小弟 讀過小學 去知道 他講這個問題 就是說 因為喜歡他之後 你才會留意他 但是真真正正 你不是因為 看到他這件事 而是你留意到他之前 你已經喜歡他 究竟是說 為什麼 你在哪個時間點裡 喜歡他 不是 開頭文繪說是他真的教授 但後來你喜歡他 那麼這個短短位 什麼時候出現的呢 他是想問這個 因為其實他在問 這個是他之後再回答的 開頭很真的 但他之前說 因為他很仰慕他 知而處理那些 但是 那個仰慕 那件事 其實是發生了 他喜歡他之後 所以他就再 這個博士就很聰明地說 你不要用過程 去回答答案 我現在是問你根源的問題 所以那個博士之後 就問得出 其實是在仰慕之前 就是先是因為那個博士 被他一些震撼的一個文配 就是他可以拆穿他的魔術 其實就是去到最後 才會由真變了 他仰慕再變成愛 那樣的過程 事實上我也看到 就是剛剛正如 柔軟和有馬說到 就是 一開始那一段 文配和四季博士的對話 其實是一次過告訴你 但之後 每次事件 提到相關的話題的時候 就會開始用剪接的方法 跳回那個話題 去說一些類似和事件有關的關係 例如第四集那裏 說多重人格 那裏就跳回那個對話 也有 所以我想可能是當成案件的推準 可能可以之後可以當成一個 可能是每一個環節裏面 需要讀者或者觀眾 留意的一些information 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我本人的推理能力 真的是很低 我是做不到偵探那類人 但是我現在看到這個 它是發生了很多什麼呢 大量的不解的事件 即是由 到他們去到這個 研究室 去旅行 就是叫做露營 然後就去了曾學田博士那裏 打算再探他 誰知道 曾學田博士已經變成一條人棍 沒有人棍 腳都沒有 沒有了四肢 沒有了四肢 還穿著套婚紗 放在車上 就推了出來 而它發生這個案件的原因 就是一個密室殺人 很典型的密室殺人 就說那間房間是 曾學田博士已經 十幾年沒有出過來了 全程有CCD 十幾年沒有人進去 監視器已經錄下了這十二年 門口的狀況 真的沒有人進去 呃 這個位置 好像想證明那個人 真是一個密室 那樣 就是容許我拆貨打混少他 這個位置 我一聽到十幾年來 沒有人進去過 我第一個懷疑就是 那他也挺健康 病都沒有病過 醫生也不用看 要不要吃東西 要不要吃東西 有東西吃的 有貴弟弟 我想了一些很現實的問題 我個人是很現實的 我第一個問題是 進去有沒有廁所的呢 廁所這些東西 我覺得一定有 我覺得他沒有找過廁所 你應該這樣說 我是想了兩個問題 首先第一個問題是 他自身 那個人沒有病過 然後第二個問題就是 裡面的設備 真的很好 十幾年來都不用保養 沒錯 所以有馬的角度來說 應該說十幾年來都沒有爆屎 他真的很幸運 要通局佬 你們明白 可想而知 我們跟作者不一樣 他寫到天才 是想到其他事情 我們這一班人 就是想會不會有病 會爆屎群 這樣 我們這些就是煩人 不是 你要知道他是一個天才 程式設計師 他這些東西已經考慮了 他是一個高智能的人類 不是你們這些主持 可以看得明白 我們低俗 不好意思 不是低俗 我是 你不敢這麼說 我是務實 這些 很正常的 大佬 至少 在我現在 就是在我認知的世界裏面 我從沒有聽過 一個富豪 或者一個天才 的家 不是 有的 有的 日本有些宅男 十幾年會出貨 我作為一個宅男 我把自己的房門關掉 十年出來 我只會在一邊打遊戲 看動畫 我就不像天才設計師 要研究一些電腦程式 要研究人類的價值 大佬 如果你說他純粹是一個宅男 那麼他自己能夠 upgrade自己一個電腦 OK 所以一個研究 要研究人類的根源的人 一定不會計 而且會爆屎群 但我是會的 我明白的 這台是推理劇 不要留意這些 這些是一些叫做什麼 這些是現實的問題 不需要在這套東西裡面解決 應該是說這些天才般的 一個這麼好的舞台 你不需要研究破壞氣氛的設定 或者這麼說 或者這麼說 因為其實我去到第一集 我已經知道 這個是一套推理作品 我就會留意了很多東西 我留意的地方 我會留意一些恐怖事 其實話就說沒有人進過去 總有東西壞的 那壞了一點點 但我又發覺裡面 那群天才是沒有問過這個問題 可能好像 又如鏡花所說 我們做些東西是不會壞的 不是叫博士自己做機器人 那當然是說他會收理 那應該沒事了 這樣可以了 我們來看 不是應該說 爆屎渠壞 他是不會理會的 但如果電腦壞 就糟糕了 說反而真是壞氣材 這個劇情也有說到的 在一個劇情裡面 說到那一部 控制著整個研究所的電腦系統 有些少許出了筆 的確是被人吃了 這也是劇情裡面其中一個 作為線索的一件事 其實他去到這套V4的系統 前設就是說 所有東西都好像說 他們說這套程式是很強大 基本上是不會出錯的 博士的電腦裡面已經開發到V6 還有就是說 在所有的視像鏡頭裡面 還有所有的出入紀錄裡面 都叫做現時為止 沒有辦法鎖定究竟 什麼人是兇手 這一個就是現在你說 在這四集裡面 大量帶出來的 叫做兩大謎團 究竟就是 曾學田究竟是怎樣死 還有就是所長是怎樣死 那這兩個究竟是什麼原因 而中間裡面其實他穿插了很多 就是無論曾學田他小時候的事 剛才好像鏡花所說 就是曾學田和文繪的對話 那這些是一些穿插的過去的劇情 那是不是跟這裏有關係呢 那當然另一個就是 曾學田的妹妹就出來了 就是他都來了 而這裏也會說回 曾學田本身的性格 本身這個人是什麼呢 他是一個多重人格 的分裂人 他是沒有自律行為 總之他沒有性格行為 他殺了他父母 那時候說他 因為這樣而放了 而拋出了大量的東西 其實呢 在四集裡面 你叫做什麼都沒有解釋過 其實他拋出了大量的資料 大量的碎片 大量的碎片 唯一推進了的就是死多了 他開始在報迷迷 還有多了一點線索 你好像跟著這個文壁 和西村的眼睛一樣 在不停的地方遊走 研究所 然後發覺有更多的東西 發現到 你就好像玩遊戲一樣 你可以在這個四集劇情裡面 可以探索更多的地方 在這個四集劇情裡面 還有 最令到你覺得 沒有什麼盡子的地方 在於他好像很迴慢地 慢慢揭露這個 四季博士的過去 和一些他發生過的事 即是所長發生過的事 過去那樣東西 其實是神視點 在在場裡面 所有的人 都不知道這個過去 如果他在推理作品的話 這件事其實 我覺得那個過去 他不能夠成為一個破案關鍵 因為這件事 你推理作品的東西 你沒理由突然之間 有一個回帶 你可以看到這件事 我覺得純粹應該是 不關那個推理的事情 但是牽扯到一個 是一個故事的推進 四季這個人 到底是怎樣成為了 現在殺害他的父母 封鎖自己 在一個研究室裡面 這麼多年 但是以前小時候的他 雖然已經不停地 私下人生的問題 會引誘他的叔叔 會上去看海 到底是怎樣的人 我覺得 講回這一節 那個階段就是 四季從很小開始 他已經是一個 跟普通小朋友 有不一樣的事情 普通小朋友 在想的就是 明天去哪裡玩 他已經在想 生命的意義 究竟是什麼 好像哲學三大問題 總之人死了 究竟會去哪裡 的問題 你死了 你就知道 這些事情 對我們來說 你就去死 你就知道 你死完 如果 我們最有空 我們最容易回答的是 可以 你想知道 我也想知道 但如果你早死過我的話 麻煩你報夢 告訴我 死了之後會怎樣 你肯定報夢給他 就算是報夢給你 你也不知道他講的事情 是真還是假 所以你也應該去一次 你也應該去一次 是不是這樣說 每個人都總會去一次 他報夢給你 你就說 你不相信我 你試一次不試 然後就說到 生命的意義 其實他在說的是 繁衍 到了繁衍的問題 當然你不要問他 為什麼引誘他的叔叔 而他的叔叔 我都說 那一段 其實我這樣說的 是 很哲學 我搞一條女兒 我可以寫一段論文 為什麼我要追十日 我追十日的理由 其實是很高的 我發現解答是這樣 雖然我私有很多人生的問題 我對一個少女 是一個神秘的存在 有很多好奇 但問題是多摩的哲學 多摩的思考 最後還是不及有女的身體 結實就是實驗 實踩是重要的理論 是的 他只是實踩是實踩科學 不是 為什麼這樣說 推理那裏 我覺得其實就沒有什麼 怎麼說 因為那裏真是看觀大家 其實是怎樣去研究這些線索 還有就是 其實我想都要看下去 去到某一個集數 叫做什麼 有所有的足夠的碎片 放在觀眾的面前 他能不能夠串聯成一個事件 或者是一個破解謎題的關鍵 這個我覺得現在就很難評論 但是你說這套作品的確是 在大家看得多的速食的作品來講 他真的是一套 我覺得很慢熱 很慢熱的作品 你會這樣說 每一集帶給你的 只是更加多的謎團 並不會為你提供答 暫時去到第四集 暫時都 就是看這套動畫的時候 都不整理到什麼 其實他講到每一個角色 過去也好 他的經歷也好 其實他每每拋出來 都只是留下了大量的問號 究竟為什麼 甚至是留下了更多的謎團 令觀眾更加討厭 即使我們回帶說 就是搞了四季的問題 就是他叔叔經過了一大量 在第四集第三集 經過了一大量的自白 就是說 我這個小侄女 真的與別不同 簡直是 他思考了很多不同的事情 然後帶她出街 帶她出街那段就說 你看到那個問題是很高的 四季問他 你帶她出來 然後怎樣 第一個反應說 放心吧 我老婆是不會知道的 你看到那個 那個叫什麼 有差點說 在這些現實的位置 我看得很透明 你看到就是兩個高智商的人偷情 說些話都很高智商 說些話 不是說今晚去哪裏 去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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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已經完美地報告 就說 沒有人會發現 這一段有趣的地方就是 一開始我想著 因為那一段說的時候 我好像帶她出來 不知道帶她去哪裏 我一開始沒有在意 她們打算開房 她們打算開房 然後跟著 因為她的叔叔說了一段 大段道理 好像說她很怕這個小女 甚至我覺得那個位置是什麼呢 她好像想殺了自己的小女 因為這個小女實在太恐怖了 然後跟著去到房間裡 她的叔叔又不知道 看到 我估計應該也是插著一支煙 然後跟著 想到一段人生的哲理 都發覺 還是搞了 她應該在那個過程中 了解了這個范燕的意義 究竟她跟老婆生出來的子侄 是會聰明一點的 說她跟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是憂心學問題 沒錯 她就是想過這個問題 所以才走出她的第一步 但問題是你確定 你是一個憂心的人 所以她就是要試 她就是要實踐去試 不是 但是這麼說 也不怪得阿叔 阿叔其實是把持住了 但是 只是敵不過對手的攻勢 我想那段 我是很容易去解讀的 但一到虛利部分 不好意思 我已經斷了片 其實是智力的卑拼 那段是智力的攻防 就是怎樣去 拆解一個男人的防線 他完全拆解了 我覺得他最高智力的 那件事就告訴你 有這個肉體是見過你的智力 還有壽性 壽性是強過你的理性 但是這樣說 是嗎 去到第四集 這個都只不過是你猜算 就是抱上去 是還沒搞的 你不擔憂的阿叔 突然之間說 不行 當然這套東西 我覺得看得比較少 這個所謂的推理作品 我不知道真的日系的 你放心一件事 他們就算做一套推理作品 日本都是異類 我都很肯定告訴你 因為他拿那個獎 那個梅菲斯特獎 在日本講談社裡 專門出一些奇怪的推理作家 西美回生也是拿過這個獎 你不會把西美回生是推理作家 你應該不會 但我想日本的推理作品 他可以是推理作家 不過他有病的推理作家 他是相當有病的推理作家 甚至他之後不用推理 我覺得很開心 所以 日本推理作家的名字 寫的東西不一定推理 我想說 我們以西方的推理表現 日本推理不一定推理 日本推理這件事 分得很多種類 如果說到西美回生 我想我說結論 這一套動畫 它沿著的小說 其實這個作者寫的東西 就是一個沒那麼動賣的西美回生 只不過是 西美回生自己都說 自己很受這位作家前輩的影響 所以他寫的小說也有他的影子 最明顯的東西 大家都喜歡寫天才 天才有一些很厲害的個性 然後把天才放在一個類似的空間 就一個孤島去給他發揮 但西美的天才比較有病 一些比較活潑 一些比較特色的人 西美回生那些 全部都是有缺陷的人 而這個缺陷 是突化得很厲害的 是的 所以他的角色的設定 是那種很誇張 動漫的影子 你會看到很多堆砌 這套雙美真的平實一點 那些人叫做正常一點 有他們自己叫做 根據他背景的思維模式 真的好像就像文繪 他說 什麼來的 那些食物 炒麵是什麼來的 就是離地 離地到媽媽都不認得那些人 去旅行 你們搬東西吧 難道我搬 露營 露營不是住酒店嗎 其實 那些妹妹會看到這些情節 適合 但是你說 其實那些前設 暫時對我來說 去到現在的事件 那些角色的前設 其實好像又沒有太重要 因為跟這班角色沒有關係 就是 因為主角一定不會是兇手 或者應該這樣說 可能因為我自己比較喜歡看西美回生那種 所以我一開始以為 那種感覺都是那些天曹 會有很多機會發揮 他又說很多雜學的東西 說他的圓談的東西 其實我完全OK的 他講一些不明白的東西 我就很開心了 但是 他去到殺人士忌 好像又跟那些東西沒有關係 令到我覺得 好像有一些不斷斷斷的感覺 或者這樣說 現在其實都是圍繞在究竟 曾賀田 究竟他死的原因 老實講 甚至我覺得 他有一個最後的原因 其實他是自殺 不是喔 你自殺了 要怎樣把自己的手腳下來 把整個車在那裡 有機械人的 他證明了機械人 只可以上鎖 這麼簡單的工作 半人半切腳 再衝上去 那些手腳走路應該做不到 不是喔 他外面的系統 和內面自己用的系統 已經是兩個系統 已經是更新版 你怎知道他研發了什麼系統 來外面的系統 也不奇怪 當然我這樣 就不是對你 不是喔 我覺得最厲害的是 之前看視像 其實已經不是道理 是假視像 或者這樣說 甚至我覺得 這些理想 其實曾賀田 其實在進去之前 他一早已經死了 一直是沒有這個人存在的 那裏面始終也會有一個人 在那裏 因為現在基本上 你有個屍體在那裏 即使那個人不是曾賀田 可能是另一個人 不知道是A、B 但他始終也是死了 那你也要找一個原因出來 因為很神奇的是他去研究武條 是有成為的殘渣 另外你給他一天吃 如果他死了 應該沒有殘渣吃光 或者這樣說 就是 好像我剛才 去到這部分 純粹我們猜 我猜猜 就不用這個 智慧 想像 其實你說 他一個人沒有理由沒有病 裡面沒有理由沒有裝修 總會有人進去 天槽會病 我甚至覺得 在這裏面 全部都是兇手 全部是合同 借曾賀田的名字 去開發一些系統出來 即是除了男女主角以外的人 全部都是兇手 我想幾乎都是 因為如果是這樣 那些影片其實是可以偽造的 那個系統 你說沒問題 現在叫做什麼呢 是有一個人 或者有一班人告訴你 那個系統一定沒有錯 那個技術人員告訴你 那些影片 是在提到的 而不想報警的原因就是什麼 因為外面是可以發現到這件事 不不不 他們想報警 但錢斷了 這樣叫所長報 但所長死了 所以現在才弄到他們 要負荷調查香港 即是 而甚至就是 所長其實可能還沒死 也是假的屍體 不是假的屍體 有一個人過去 死了 沒有啊 那屍體更容易 有人上去查過嗎 沒有啊 只是在後頸插了一把刀 正義 就是為何沒有人出入過 就是因為所長自己弄爛了之後 然後就放一把刀 在那裡就裝死了 亦都可能 反過來說 所長可能已經坐上直升機的時候 已經死了 是空手握的 直升機 但是所長一直都是一個屍體 你見到 老婆下來下來 下機 但所長沒有下機 就是在做手勢 沒有說過話 就是做手勢 這些四題都做到 所以 是的 但是 有很多猜測 但到現在為止 第四集都是一個 很空泛的猜測 儘管看下去 看看究竟它是不是一套 地地道道的推理作品 我們在貴尾那時候再討論 好 這套我們去這套 我們去下一套